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台胞台企服务站 4月27日在厦门台商协会正式揭牌成立 这是福建省首家设在台商协会的出入境台胞台企服务站 台胞首次申请或到期换领五年期台胞证 可通过厦门台商协会预约 厦门出入境民警上门来到服务站集中办理 让台胞感受家门口的服务便利 当天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嘉莹 通过填写申请表 递交材料 拍照到受理等一系列操作后 仅用五分钟时间就办理好了五年期台胞证的焕发业务 作为首批办理者 吴嘉莹直呼相当方便 确实也让我们台胞感受到政府部门对台胞的关爱与支持 不然我们每次都要到输入境境 旗号 排队 还照相 大概就要将近半个小时以上 但是在现在我们协会来办理台胞证 大概每一个人就是只需五分钟 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2017年来到厦门工作的台湾青年林冠宏 前来办理首次到期台胞证换领 他告诉记者 厦门台商协会是每个台胞熟悉的场所 此次出入境民警上门服务的效率 让人印象深刻 服务站成立后 厦门出入境民警除了上门为台胞集中办理业务 还将不定期注点接受台胞有关路径方面的咨询 帮助协调解决台胞台企遇到的实际困难 因为他们把台商协会当成一个家 我们觉得我们在这里设立台胞服务站 就是相当于上门为他们服务了 尤其是他们来这里办证 跟到出入境政府部门办证 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来这里就感觉是在家一样的 所以我们想到说来这里办证 一个是给他们提供方便 还有一个让他们有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据统计 厦门县有常驻台胞约12万人 2017年以来 从厦门入境的台胞达375万人次 厦门口岸签发的台胞证数量位列大陆第一